我想瘦 那你这真是梦呢 纯属于无地自容形的 天天饭菜有肉 一口不剩 我看你怎么瘦 我听说不是有那个素身衣吗 虽然身上有肉 但是穿上就瘦 推荐一款呗 素身衣它不顶用 还得是运动 说到素身衣 有这么一种能治高血压的 你就说它神奇不 我昨天一天都没吃饭 今天也没吃饭 早上也没吃饭 我真的没吃饭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一时越想越起 大姐憋居地无法平息 只因买了素身衣 她说我妈可能是被人家骗了 我怎么回事 她说她买了一件衣服 花了六千五百多块钱一套 我这样子 我说我怎么会去突然间 想买这个素身衣 是这样子 因为我妈本来就是高血压 三高 今年58岁 已经是退了休的老人家 是不能穿这个素身衣的 眼瞅着问六十 咋还对身材着迷呢 小吴说 前几天妈妈去了一家 品质生活体验中心 三件套的素身衣 一买就是两套 额外还有一盒 盛世曼精华液套盒 同工花了四万多 排毒了 她说那个素身了 她说 她不是还跟你说 可以缓解什么高血压 是啊 那个高血压都可以 可以缓解 都可以为好的 这么说 我昨天一天都没吃饭 今天也没吃饭 早上也没吃饭 我真的没给了面子 这套衣服真神奇 又能送行 又能缓解高血压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啥科学原理 她叫我妈付现金 发票也没有 收据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还不让我妈 去跟我们做子女的奖 说我们做子女的 不会同意 四万多块钱的话 她就是说 相当于说 像帮她做代理一样的 可以拿批发价 然后她卖一套的话 可以拿多少提升 她那里在这里 做很赚钱 她说 我看到我这个媳妇赚钱 很苦 知道吧 很苦 天天晚上是一两天 十二天都没了 我都想为她 简单一点负担 知道吧 没有科学依据 套路却很清晰 直到小吴报了警 店里才写了一张收据 列出了明信 速身裤单价 两千两百五十 精华夜套盒 网上价格三百多 这里标价七千九 接着跟着小吴来到店里 想看看速身衣的品牌 可标签上 只有LACA的字样 那内衣呢 我们是打造曲线 我们这个店呢 我们是还有四十多家 我们这个产品 针对什么样的年龄群 针对什么样的年龄群 小孩子八岁 到像我妈妈七十多岁 都穿 八岁的小孩也可以穿 对 八岁的小孩有速身的需求吗 有的不是 他脊柱称王 他写字就像贝贝家一样的 有的孩子他们八岁也在穿 穿这个女性速身衣 他男款就男的 女的就女的 人年龄大了 本身你背后了 肚子大了 人就容易生病啊 你三级多一曲线出来了 你人就减轻你身体的负担呀 我们就是这样介绍的 还有什么呢 减轻身体负担 跟治疗高脆牙啥关系 你咋不说包之百病呢 还有 这标签上的价格是2580 小屋妈妈怎么会交出去 四万多块钱呢 没有就是他自己批发 怎么个批发法 就是说我们就零售价格 我零售价格多少 他批发了 他就6.5折 就这个意思 另外没有啊 四万块钱交到您的东西给他了吗 东西公司又货花过来 还没到啊 他这干交没多少天啊 他那些昨天 昨天他老公 他儿子跟女儿 那个女儿 他不是说 不要吗 张老板的意思是 达到四万块钱门槛 黄大姐就能以六五折的价格拿货 四万多 包括四套多的素身衣 五盒不同品牌的套盒 先前 在警方的调解下 他们约好月底退还 一万八千多 我们今天这个店都开了第七年了 假如违法操作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价目表有没有 价目表有的呀 我们能看一下吗 可以的呀 那个那个 公司的那种 那个拿给他看好了 怎么没有 没有价目表 这几年你又摆车上了 那个就价目表也就跟牌子一样的呀 就放在那里一样的呀 就拿出来就跟你说这个价格的呀 跟你说 所有东西都有 他现在都是要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要花票 我也在公司走流行 疫情今天出门都出不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那边要不要做核酸 我们都在排队做核酸 我们了解的 非常了解 你现在对情绪 对 你既然就了解了 有很多东西 但是这跟你价目表不冲突的 你店里有没有价目表 有啊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有啥硬道理你亮出来 你拿出来晒晒 你别说硬道理 是没道理 直到记者离开 也没有见到老板说的价目表 具体有没有这个价目表 价目表上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这都可能是哥德巴赫猜想 不过眼下 这小吴已经把这情况 投诉给了市场监管所 真得好好查查 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